为了让球迷排到库里,他选择了低头前进 当周凯恒做完庆祝动作的时候,他尴尬地收回了双手 他明明在复加赛送走了勇士,但在中国他却成了库里的保镖 他是福克斯,现在他经历的事情,曾经的库里或许最有发言权 2013年,胡人和勇士举办中国赛 赛前,库里代表勇士率先进行发言 但观众的欢呼声却全部给了他身边的科比布莱恩特 同样,在场馆的另一侧,当科比出现在现场的时候 全场球迷纷纷起立迎接科比 这个时候的库里或许也在羡慕科比在中国的人际 如今时过境迁,科比和库里的组合已经变成了库里和福克斯 在活动现场,福克斯兜里一直装着一只马克比 当曾加成找库里签名的时候,福克斯马上拿出了这只马克比 从福克斯的动作和微表情来看,他根本不像一位NBA球星 反而更像库里身边的保镖 在大合影环节,所有人都围在库里的身边 但即使如此,福克斯还是拿着自拍杆笑着拍完了合影 在福克斯的视角里,没有一个球迷的眼睛是看向他的 其实,福克斯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都在被低估,这又何尝不是库里曾经的缩影 相信在下一次中国行的时候,福克斯一定会找回这些失去的东西